HELLO 大家好 這裡是專注遊戲的狐狸牧場 我是刺虎 到底是玩遊戲好玩還是買遊戲好玩 買到便宜好玩的遊戲最好玩 歡迎收看今天的eShop機查員 本週的eShop機查員還是很特別 開頭一樣沒有要推薦的特價遊戲 最近特價的遊戲很多都是之前推薦過的 不過一樣會幫大家整理 日本、香港兩個地方的人氣特價遊戲 另外雖然符文工廠5有推出實體版本 但機查員的特色就是帶給大家初體驗後的介紹 給大家一個初步的選購依據參考 所以透過這次的機查員來帶大家看一下 我做夢都想玩到的符文工廠5 開頭就先來看看本週日本與香港的人氣特價遊戲 排名前5名 給想要懶人包的玩家一個快速的參考 日本eShop特價人氣排行 第五名 時空幻境 消心傳奇 75% off 支援中文 第四名 符文工廠4豪華版 50% off 不支援中文 第三名 惡魔獵人3特別版 50% off 支援中文 第二名 巨大機器人大亂鬥 超級蓄力版 95% off 支援中文 第一名 大富翁10 17% off 支援中文 香港eShop特價人氣排行 第五名 時空幻境 消心傳奇 75% off 支援中文 第四名 文明帝國6 70% off 支援中文 第三名 死亡之日 80% off 支援中文 第二名 極速摩托GT 92% off 支援中文 第一名 大富翁10 17% off 支援中文 以上就是目前日本與香港的人氣特價遊戲 在兩個地區 大富翁10都拿下了第一名的位置 看來即使在PC上推出過 但Switch的攜帶能力與同樂能力 還是讓不少玩家願意在這裡買下來 符文工廠室日趨雖然有特價 但是日趨並不支援中文 我在標示語言的時候 會根據特價地區來標示 如果要買中文版的玩家 要等之後了 死亡之日啊 目前又在特價當中 這款遊戲在之前 稽查人的掃雷有掃雷過 也是一款非常值得一玩的遊戲 大家可以看看我之前的介紹內容 那麼接下來就進入這個主題的下一個章節 掃雷環節 本週要來掃雷的 就是我自己期待很久的 符文工廠5 雖然我對符文系列的熱愛程度非常高 但畢竟這次在呈現上改動了不少 所以我還是用掃雷的眼光 來看待這款遊戲 這款遊戲到底在玩什麼 實際上畫面改動之後的體驗如何 遊戲有沒有什麼缺點 就讓ESHOP機查員 帶你好好的一起來看一看 符文工廠系列最初的出現 是因為牧場物語十週年的緣故 才出現的遊戲 並且一到三代都是在NDS上推出 四代則是推出在3DS上 後來移植豪華版推出在Switch上面 並且也從豪華版開始 這個系列的作品正式支援中文 除了正統的作品之外 另外還有在Wii上推出的 《未知大地》與《藍海奇緣》 其中《藍海奇緣》有在PS3上推出 一到四代的畫面呈現上 都是使用俯視視角來呈現 讓戰鬥跟農耕 都可以用相同的視角來玩 而在Wii上推出的兩個版本 則是使用3D建模來表現 會提這個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這次的五代 並沒有沿用一到四代的視角設定 而是用了3D的建模 不過我自己的感受上 也跟Wii版本有一點不一樣 這次的視角在觀看上 相較於之前的版本 距離會比較遠 視角範圍也會比較大 導致會有一點不容易找到定點 在耕種上的體驗就會多少有落差 照理說 我應該要先介紹遊戲的啦 但就是忍不住先說了畫面 那我們就說回到遊戲 《符文》系列的遊戲 在我的頻道介紹過不少次 但總是會有還沒有接觸過的人 就會讓我好好的跟你們推銷推銷 不是不是 掃雷是不能推銷的 好好的介紹介紹啦 《符文工廠》系列的遊戲 結合了牧場遊戲、RPG遊戲的要素 組合而成了一款 有戰鬥、有劇情、有耕種、有社交的特別遊戲 在遊戲中 我們要扮演失去記憶的男女主角 來到一個未知的城鎮 在這裡跟鎮上的居民交流 並且為了自己的生活 加入了鎮上的SEED手背隊當中 SEED的工作 除了要幫助居民完成各種委託之外 另外就是要依靠農耕來自給自足 村民的委託也是五花八門 有些會請玩家幫忙打倒魔物 有些會要玩家給他們一些農作物等等 透過完成居民的要求 我們都可以獲得SEED點數 利用這些點數來開啟鎮上的更多功能 說白了 我們的努力會影響整個鎮上的發展 雖然說這是一款養成類的經營遊戲 但是符文工廠有加入完整的線性劇情系統 我們在思議的狀態之下 在野外遇到了一位可愛的小女孩 並且幫助她脫離了魔物的攻擊 帶著她來到了鎮上 而小女孩的媽媽卻不見了 也因此我們必須前往野外 想辦法探索出城鎮周邊發生的各種事情 雖然說這款遊戲有線性劇情 但是因為本身還是一款晶瑩養成遊戲 所以沒有實質意義上的全破 就好像在玩牧場遊戲一樣 可以根據自己想要玩到什麼程度 來決定自己的遊戲時數有多長 而且因為加入了劇情元素的關係 讓我們對城鎮裡的NPC更有情感的帶入 例如看到身材很好的醫生 就會讓我們想起剛來的時候 就是她醫治我們的 符文系列的另一大特色 就是這款遊戲中的角色個性都很鮮明 這個特色在五代裡面也有被傳承下來 在遊戲中的每一個角色都很有自己的特色 即使是店家裡面的NPC 也都有獨立完整的性格 讓我們在玩的時候 可以對每一個角色都有更深刻的印象 既然是牧場就脫離不了農耕 如果你是有玩過符文工廠4的玩家 那麼我目前玩下來的感覺 會覺得整體跟世代非常接近 就是模組更改後系統差不多的模式 耕種系統包含了土地的健康狀態、農作物等級 鐮刀收割可以獲得種子等等 不過因為視角的緣故 玩起來會需要花上一點時間習慣 如果你們沒有改設定的話 當你走進農田 系統會自動幫你切換成俯視視角 而且切換的速度很快 其實看來有點不太舒服 我自己也是在觀眾的建議下 關掉了農田的視角功能 進去之後自己調整喜歡的視角 感覺上會好上很多 另外其他的各項系統也都跟世代差不多 牧場對我來說的六大要素 耕種畜牧挖礦釣集社交 目前畜牧系統我還沒有玩到 挖礦跟過去一樣 要拿著錘子去野外敲石頭就可以了 釣魚的部分同樣會有魚影 只是目前感受上 我覺得釣魚有比世代的還要好喔 世代如果魚影游走了 要慢慢的等到它游過來 但是五代我目前釣魚的時候 如果沒有魚影 魚過一下子會在釣竿附近生成 減少了不少的等待時間 另外採集的部分這次也有修改 畢竟更改了視角與模組 在體驗上會有落差 所以這次在戰鬥之後 會自動撿起魔物的掉落物 另外如果你手上拿著的東西附近也有 有些情況下是可以自動撿起的 就不需要一直按A 會這樣修改主要不是因為按A麻煩 而是因為在視角的調整上 有時候會不太好對準自己想要拿的東西 有了自動拿起就友善了不少 社交的部分我覺得改動不多 但還是有別於以往 過去我們都是看著2D的立繪 來感受到遊戲的香味 這次因為有了3D建模的緣故 有些角色的模組也都做得蠻好看的 搭配上這次的2D立繪 除了表情會變之外 說話的時候嘴巴也會跟著動 整體的社交感受上真的是好了不止一個階段 非常喜歡這次的設計 戰鬥的部分整體的打擊手感 我反而覺得薄弱了一點 過去因為是俯視2D的緣故 所以對於戰鬥的打擊感落差不會到那麼大 但是這次很明顯的會有一種 打了但沒有什麼感覺的感受 這一點如果你平常玩的動作遊戲不多 其實不會有什麼差別 不過對我來說 這款遊戲的戰鬥也不是完全的主軸 加上這次也是第一次做出大幅度的變化 所以我對它會有比較高的包容 好啦我知道啦我是符文腦粉啦 要是別的遊戲的話我可能會多嘴兩句啦 不過有一點我即使是腦粉也覺得很傻眼 在遊戲的戰鬥中可以開啟鎖定魔物 符文的戰鬥一大有趣點之一就是法杖 根據不同的屬性可以打出不同的攻擊 我目前有拿到一隻最初的法杖 可以發射火焰 在沒有鎖定的情況之下有夠難瞄準 鎖定了之後絕對會命中 但是這個鎖定真的是爛到不行 它的自動鎖定不一定是幫你鎖定最近距離的 會鎖定你視野中間的 導致有時候你邊打邊動 它就會切換鎖定的對象了 這擺明的是叫我不要用法杖啊 偏偏我很喜歡啊 不過打BOSS蠻好用倒是真的啦 另外這款遊戲確實有一些明顯的問題 大家在玩的時候會發現 這款遊戲要切換的場景不多 連四代換地圖都會跑切換了 五代居然做無接縫地圖耶 或許就是因為這個無接縫的設計 導致我們在進出建築物的時候 都會有一段時間明顯的卡頓吊針 但目前我玩的進度範圍內 戰鬥、農耕、製造這些遊戲主要行為上 都是非常流暢的 所以就要看各位對這個吊針的忍受程度有多少了 我承認我腦粉所以我可以接受 除此之外對我來說最可惜的 或許是它整體的系統跟世代太像了 有一種世代改了模組改了劇情的感覺 如果是這樣的話 拜託重置或移植三代啊 我還不玩爆 對了這次的OP也是好聽到不行啊 雖然說遊戲有一些問題 但人物箱、魔物模組箱、地圖箱 我對製作團隊還是滿意的喔 也期待吊針的問題 未來遊戲公司會透過更新來改善 我繼續玩下去的意願分數是滿分10分 那這次的eShop機茶園就到這裡休息了 如果你喜歡這個系列 希望可以幫我按個喜歡 我會祝福你買遊戲不踩雷 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我做的影片 記得下次要來看喔 我是赤狐 祝各位遊戲愉快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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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